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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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讲跟女巫有关的主题 因为说到女巫 这是在北投文物馆外面的树林拍的 里面的女主角就是我大学同学 跟我大学同学拍的 她是我漫画里面植物女巫的原型人物 我们在拍这一组照片的时候 漫画还没开始连载 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嘛 就是看起来像一群疯子 说到女巫 尤其是活在现代附会的女巫 感觉就是很超脱现实的 奇幻的存在 可是你知道还有什么 是更超脱现实更奇幻的存在吗 就是台湾漫画家 对 You think being a witch fantasy try being a comic artist in 台湾 就是 你知道讲到日本漫画家 讲到美国漫画家 他们都是非常商业化的 他们都是东西直接送到你面前来 你不喜欢看漫画的话 它还有电影 它还有周边商品 它就是让你一直选一选 直到你买为止 所以 讲到日本跟美国漫画家的话 他就是 oh great career you're professional fancy job 可是如果你是欧洲漫画家的话 oh artist sophisticated tasteful 但是如果你是台湾漫画家的话 oh that's a myth 对 就是 basically I think I spend more time explaining my job than most witches 所以 所以 我现在先来解释一下 我在找北同女巫这个故事资料的时候 查到非常有趣的一件说文解释 就是 我们 我们为什么台湾漫画家 会不会变成这么神秘的生物呢 因为 我也不是住在 奇幻世界里面 就是 吃云朵 然后喝彩虹 就可以过火了 as much as I want to 但是 但是 为什么台湾漫画家 会变成这么 好像漫画也难找 然后类型也没得挑 然后 我作为一个很爱看漫画的人 为什么看过台湾漫画那么少 而且还得 强迫自己喜欢上某几部来 表示支持 这就是harsh reality 这是残酷的现实 这是 你要接受的现实 这是出于现实的考量 It's a welcome to a real world 但是我是 我是生活在real world的人 对 我不是喜欢生物 所以 这个现实指的不是什么 物理的法则 它也不是什么宇宙的力量 不准台湾诞生一个 畅销漫画作家 它其实就是 由人的行为构筑出来的 所以如果它是由人的行为 从业者 这个环境里面的人构筑出来 为什么它不能改变 乌这个字 这是乌的甲骨文 它上下横代表的是天地 左右数代表的是四方 所以整个字的意思就是 贯通天地四方 打破时间跟空间的人 或者是行为 听起来很酷吧 所以 女巫就是这样 贯通天地跟四方 打破时间空间界限的人或行为 所以好 我们现在 效仿女巫要打破 打破这些界限 然后成为 做一些没有人做过的事 要成为第一个 你要开创先例 你要改变现实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是我15岁的时候 决定要当漫画家的时候的心态 就是 没有我喜欢的台湾漫画家 没有我喜欢认识的台湾漫画家 那我就自己画我想看的台湾漫画 可是15岁嘛 这是升学班 我是台湾念书台湾就业 然后第一个大问题就是 Yang Can anyone show me how to do it 就是 sendly no 因为我没有背景 我没有人脉 我不是哪个漫画家的 手把手交出来的徒弟 所以 我不知道怎么成为漫画家 我也不知道漫画家这个工作的内容或什么 然后 我是高中的时候是自然组的升学班里面 唯一一个在准备美术数科考试的 所有的主科老师在问我 到底在干嘛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也是 虽然念设计系 但是包装设计跟网页设计干我什么事 我就想画漫画 所以我就一直在看自己的电影 翘课啊 然后写自己要的脚本 插自己要的资料 然后画自己要的漫画 跟一些才华洋艺的学长 跟同学合作的一些作品 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但是就是不去上课 对 就是 这种 就是要离寻所居的感觉 好像要超过现实的感觉 其实是蛮诡异的 然后结果就是很可怕 结果很可怕 现在你看到的两张图 一张是我的毕业制作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目标说得比天高 我毕业制作要做2D动画 我要当精明 我要 就是 做一个 就是学出来每一招 但我就要想办法自己做出来 然后结论当然就是做不出来 对 就是 变成一个草稿 然后大概只有一分多钟 然后就是动作破破了 回来loop 然后 然后那时候也吵着要休学说 这里学不到我要学的东西 我要走 我要当一个tough guy 我要去当浪子 然后去就是 边打工边画漫画 不需要靠家里的经缘 但是真的到说到休学的时候 家里一威胁说 就是要咔断经缘 我立刻说好 我把它念完 就是 I'm not a tough guy OK 我有公主定 所以到我 出来社会 然后我想要做漫画工作 开始到处乱投稿的时候 我既没有人卖 那些编辑 就是出版社的大编辑都不认识我 我就是从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然后我有一大堆的稿子 要给他们看 但是没有人介绍 没有人认识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他们也不知道我东西卖的卖的好 所以没有 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积极地要推广 然后 这对毕业生来说是很严重的 因为你知道 编辑部等两个月 你就是两个月没有收入 所以当最后等不下去了 我就转行去做影像业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张是蔡依林的MV Play我拍的截图 然后你们仔细看右上角的话 就是有一个人很愤怒地在那边打字 对 那就是我 Yeah that's me That's me Yeah that's right 对因为 我两个去做影像界之后 直接就跳到了仙草影像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家MV公司 然后我跟最棒的导演合作 我就觉得我从漫画的见名 变成影像的贵族 这种奢华的生活 过得开心 可是 马上呢 就是又觉得说不行 影像还是有限制 它要拍摄 它要用到团队 它要听 它要紫金 但是漫画 所有的限制都在我身上 我的极限就是我才华 漫画的极限就是我才华的极限 我的编剧 我的分镜 我的作画 我的极限 就是整个作品的极限 所以我还是想要追求那个 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离职 离开那群我最喜欢 最尊敬的前辈 到目前为止 还是我碰过最专业的一群人 那时候是很可怕的 然后 我想要出国念sequential art 想说如果台湾漫画界 没有我可以发展的地方 我就从国外开始 结果在那时候就得了两个奖 台湾跟韩国 然后我就从台湾 开始连载我的漫画 可是呢 在这里我要先讲 就是 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我并不是真的很轻松 想说OK换到下一个工作 可以换到下一个工作 我是很害怕的 因为很多没有先例的事情 很多都是first time 很多我都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人 包含从我们学校出来 第一个进这一行的人 或者是从我 就是我的环境里面 是没有一个前辈 或者一个先例可以引导我的 然后这位是Mary Jackson 就是在Hidden Figure里面 就是这样一个 有演出她的故事的一个角色 她是NASA第一位女性的 黑人女性工程师 非常多的qualifier 然后她要成为第一位 黑人女性科学家之前 工程师之前 她要先在 还有segregation的 Virginia那边的法庭上面提出申请 然后去全都是白人的高中修完课程 那才能做 所以她突破又突破 她创了一个又一个先例 She's the first of the first 但最后三十四年之后 还是撞到玻璃天花板 然后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I hope I would never know that 但是这是可能的 你突破再突破 你当第一个你当打破极限的人 还是有可能最后就是 就是会被淹没在历史里 但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take away 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历史里面有很多 great information buried in it 然后就是等着一个producer 或是entertainment company 去把它dick out and run with it 所以你知道做娱乐业 是很棒的一件事 very informative 所以举这个例子好像也太复杂了 我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 当你就是面对未来的恐惧 面对未来的害怕 像我当时也是 我做漫画到底能不能养活自己 然后别的同学都已经在正常工作 累积年资 然后我这样子做半年换一个 做一下换一个 然后做一些freelance的工作 所以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在瞧 我目标前进 跟我这些时间最后会变什么 会不会也是花了好多年之后 撞到玻璃天花板 然后就是你知道什么都没有 可是这个例子 就是你知道千许 你们有看到《神与少女》吗 千许人在跟汤姆威要工作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在这里工作 然后就是完全不妥协 最后汤姆威给他工作 也抱怨说 这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可是如果你是千许人 你这时候会说 啊这样那不好意思 还是把我变成猪好了 就是当然不可能 你当然是要就是 这个工作我就是要做 然后我就是要想办法逃离这里 就是要想办法改变扭转你的现实 然后这就是很残酷的地方 我们要怎么改变 要怎么扭转 要怎么突破呢 呃 左边那张图 是我15岁的时候画的 你可以看到他除了画迹差之外 还抄袭 就是海贼王 然后 所以这已经不是画迹差的问题了 这个人根本就是 创作的品格有问题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漫画家 但是我当时就是 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觉得我自己画的超好 所以我就继续画下去 然后十年之后 就是左边这张是 就是在你们的右边 这边这张是我最新的漫画的角色设计 新年载的角色设计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品位其实有点 还是有点一样 然后 嗯 当然我在画第一张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有自信的 可是我画到这一张的时候 我已经不是那么有自信的一个人 因为我经历了reality 经历了现实 残酷的现实 的洗礼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呢 就是我现在的心态 跟当初完全不一样 因为重点不是我现在画得多好 我现在可能还不是对这张图很满意 可是从这边到这边的这个成长 这个learning curve 我是很满意的 就是 granted it take 10 years but give me a break 对 我成长了 所以我可以继续下去 就是跟大家一样 如果你们就是 对漫画有兴趣 然后完全没有资源的话 when you have limited resources it's all about how you deploy it 你要怎么运用它 你就是网路跟图书馆自学 没问题 然后不断地观察 然后设计实验 实验出来参加比赛或接案子 这时候就会有钱了 然后比赛赚到 讲够不够大 钱够不够多 案子开了架够不够多 不够的话就再改做法 然后再继续实验 所以这样重复地观察实验 然后再观察再实验 再实行 1比1的学习跟实践 你就是会不断地进步 然后本来不可能的事情 会慢慢变得可能 你知道把这些恐怖的东西 你心里面那种无稽可循的恐惧 还有彷徨 这种焦虑 你知道把它一个一个拆解开来 然后各个突破 你知道吗 你当然是如果有家庭背景 就是家里钱多支柱的话是很好 然后如果你有很天才的同学 你有很棒的前辈 有很棒的老师 这种外力给你帮助的话 当然会轻松很多 可是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是可以靠自己一步一步 就是往目标前进的 所以就是你知道 美女们也只是比较 豁出去比较赶一点 OK Enough蔡依林reference 但是出乎意料的 像我这样子超脱现实 然后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就完全不care 就是学校啊 完全不care 不care社会的规范 我就觉得最常听到的话 就是学校不是为你一个人做的 不是为你一个人设计的地方 然后就想说 那我也不用配合你们的规矩 最后就想活在自己的世界 可是 可是我觉得在 我超脱现实的过程中 我反而跟在地有更多的连结 像我在北投女巫连载之后 我才听说 有很多北投在地的人 他们不知道 巴陶就是 凯达格兰巴塞语 念女巫的意思 他们不知道北投指的 就是女巫之乡 然后他们不知道 白川的协星社也在北投 然后他们不知道 官渡工在创建的过程中 是有北投社的原住民加入的 就是很多这些在地历史 跟文化 就是我如果不是为了画漫画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查 虽然我就住在天女之附近 但是 如果不是为了要画漫画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查到这些资料 我可能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我在追求自己的兴趣 活在自己世界的过程中 我反而跟周遭的环境 有了更深的连结 然后我跟更多的读者有连结 还有我的Courser 还有我的 读者里面有很多 在他们的行业里面 也是有投优连的 都把我吓到 但是如果不是因为 我去做了这件事情 从我原本的圈子里面离开 去创了首例 我就不会再跟这些其他的人 产生连结了 所以超脱现实 好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但是其实也是跟其他人做连结 接下来这两张图就是 我最新连载的图 然后这部连载什么时候会上 其实现在还不确定 只是说 我希望能够在这部连载里面 用我从前一部连载 学到的东西再次去突破 我前一部做不到的东西 不管是编剧上 还是画面上 还是题材方面 我都希望能够再更加突破 然后这不是说我一定 就会成为第一个 能够做出 Blockbuster equivalent 要学到台湾comic的人 但是意思就是 第一个的概念 开创首例的概念 之所以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 即使你没有成功 但是下一个人 会从你这里开始 然后你开创了首例之后 你就打破了现实 所以接下来所谓的现实 就是以你的行为为主 以你做出来的东西 你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是新的现实 所以就是我会努力地在漫画 这个领域上面 就是突破我的界线 突破周围的框架 然后也希望大家 不要害怕困难的部分 不要害怕就是未知的部分 不要害怕需要突破的部分 好 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